原來是應該600公尺才出現的 咬了貓就在這個地方出現 但是有沒有呢 雖然是有毒 但是它毒容易解 它的毒呢 就是乙酸出酸 那原始上呢 自然 就是說我們一般正常的體質的人呢 大概刺到之後呢 在30分鐘內 它就不癢不刺 不痛 不癢了 但是有一些是屬於過敏體質的 那你刺痛到的時候 會全身過敏 你要趕快送醫 就不能讓它自然的恢復 那前陣子呢 在新聞報導裡面呢 台北有一家麵包店 麵包店 就是採小人口 然後放在麵包面 麵包上面 然後去封培完之後去賣 然後每天限量100個 非常搶手 我剛剛講過 因為它的酸呢 是乙酸出酸這一類的酸質的東西 然後我們皮膚呢 是微酸性對不對 沒有它的酸質 還要酸 因為它酸質的px3到4左右 好到4左右 就算吃那種皮膚呢 就會酸 就會痛 會刺癢 會痛 但是呢 它經過一熱 經過加熱之後 它就會分解掉 就會散製掉 所以說它變成無毒 所以說呢 它是非常敏味的東西 那如果你戴上大 那個厚手套 或是用鈴鐺把它割一割 把韌子割起來 然後呢 丟到水裡面 然後再打個蛋花 比你煮蛋 那個紫菜單 更美味 更好吃 有沒有吃過 沒有 只有我吃過啦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沒有堵 那經過一熱分解之後 它就很美味的東西 好東西 但是呢 大自然界裡面 都是遺物 是可以遺物的 沒有人為干擾的環境 裡面有講 沒有人為干擾的環境 有人為干擾就不算 沒有人為干擾的環境裡面 有咬人狗 又會有骨頭育 但是 有咬人貓 不一定會有骨頭育 有骨頭育 有骨頭育 骨頭育 我是講說 不一定會有啦 好 那大自然界裡面呢 有咬人狗 在周遭十公尺裡面 一定會有骨頭育 為什麼 因為這兩種 剛好可以解 因為咬人狗的肚 跟這個肚 還要再稍微高一點點 但是呢 BH也是三到四左右 但是非常刺癢 只要你被咬人狗咬到的時候 採骨頭育 你的肢意把稍微堵一下 擦一下就好了 你不要一直擦 一直擦喔 我曾經講過之後呢 有一個 天我講過的 然後到中冷去 已經被咬人貓咬到 然後他也是 照我的意思去擦 咬人 骨頭育 然後擦著 後來他打電話罵 老師你亂講 我擦了之後呢 你可以腫了一大片 我說糟糕你擦幾次 我就很想就一直擦 一直擦 因為骨頭育是屬於鹼性的 當你擦太多次的時候呢 你的解已經解掉了 但是變成骨頭育中毒 所以我們當主義討 或是骨頭育 你要加什麼 為什麼 不知道 我阿嬤說 狗要狗要狗要放醋才會下味 對不對 錯啦 就是要做酸鹼中和 所以說才會癢 下次你要知道 放醋就是要酸鹼中和啦 不是要美味啦 對不對 我阿嬤就說 放醋就是狗要下味了 什麼人要叫你和阿嬤就沒有煮 你會煮到煮到不會熟 你會煮到要熟 你會煮到會熟到你 那你幹嘛